喂 你好 师父 师父你好 感恩师父 我是刚修和不久的 我想请师父帮我指点一下 我怎样修行 修行嘛 你不要烦恼啊 修行就是因为你的有的时候 让自己的思维啊 陷于烦恼困扰当中 因为人活在世界上都有烦恼的呀 修行就是把你这些烦恼修掉 让你心中啊 明心见性 能够明白道理 我们在人间很多都是因果 并不是谁欺负谁 有的时候要学会忍辱 只是一个缘分 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 师父 感恩师父 所以要懂这些就好了吗 之后请你帮我再看一看 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念经 就是功课应该要做多少 你应该多念心经才对 心经 我应该多念心经 我现在每天念21遍心经 够了 够了 不够吧 够了 可以了 大背中呢 大背中呢 大背中也是21遍 大背中 你这样吧 你心经加一点吧 大背中可以 好吧 好的 心经加到27遍吧 好的 你这个人比较正直 听得懂吗 你这个人比较正直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上当受骗 听得懂吗 是 是的 是这样 所以像你这种人学佛最好了 因为菩萨就是帮你这种人的 因为菩萨是帮有缘众生 善良的 慈悲的 你听得懂吗 虽然他们那些坏人有时候 在人间占便宜的 但是他们占不到天上的便宜的 他们以后 吃苦头啊 报应来了 他们还是自己 他们偏了你一点点钱 他们以后生病 花掉不知道多少自己的钱呢 听得懂吗 这个道理 我明白 明白 是 我平时就是 以前虽然学佛 就是了解佛的知识不太多 但是呢 我总是做着 就是人应该是善良 就是把这善良的心啊 对在身边 学佛不单单是善良 学佛要懂得 这个世界啊 要看穿 苦空无常 所以不要去争 不要去抢 然后慢慢 自己就放下了 因为你在人间 你就是把自己在人间弄得再好 因为人的最后的终点在 它总归是死亡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要看穿 不要在人间去把时间花在无谓的 那种自私自愈啊 让自己生气啊 烦恼啊 嫉妒当中 让我们懂得抱负别人 那么才是菩萨的理念 对不对啊 哎 好 对对的 对 嗯 好 我以后听师父的 还知道啊 好吗 谢谢师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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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